第1次,我們談顯著性的解釁 顯著性解釁,在談Y和X 1變數Y,4變數X 是否有顯著關節 剛剛我們 如果我們題目說了 Y等於60加5X 同學,你看 Y等於60加5X 這個是指說 X,你增加一個單位 會貢獻五個交易給Y 所以Y和X之間應該有顯著關係 是有關係的 它的關係是5倍的X 所以貢獻到Y 所以X每增加一個單位 Y會增加5XX 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呢 是怎麼得到的 這個60跟 60跟5這兩個數 只是B0和B1 只是B0和B1 它不是B1和B1 60和5呢 只是一時的 樣本 10家連鎖商店 所得到的東西 60跟5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變成20家商店的話呢 它的值就變了 它的值說不定會變成更小 它那個相關性會變得更弱 是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你不能只憑一時樣本的結果 就斷定Y跟X之間 是有顯著關係的 你懂的意思嗎 一時的成績 並不能代表它一整個學期真正的表現 某一次考試剛好前一天沒有睡好 那一次考試沒考好 難道這就是它 這學期真正的分數嗎 不一定的 是吧 所以呢 一時的樣本的結果 得到它是5 Y跟X之間好像有顯著關係 可是如果真正要確立它 有這個關係 有顯著的關係的話 還得要來進行呢 一種假設的檢定 那這個假設檢定呢 我們就是檢定的對象就是檢定 β1有沒有等於0 我們希望拒絕它 如果我能夠拒絕了H0的話 那就是β1不等於0 β1不等於0就是代表呢 β1如果不等於0的話 代表Y的期望值 就是Y的那平均的那個水準呢 跟X1之間是具備關係 相反的 如果你β1等於0的話 這項不見了 這項不見了 不見了 那就是說Y就是等於一個場所 它是固定的 它不會跟你的X而變化 不會跟你的X而啟動 而舞動 啟舞不會 對不對 所以呢 β1等不等於0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回歸上頭的一個關係 你想去探索 你想了解到底呢 自變數X 到底能不能夠影響得到Y 能不能解釋得了Y Y是不是受這個X的影響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真正能夠得到的是 其實被拒絕 被拒絕的話代表 β1等於0不成立 所以應該是β1不等於0 β1不等於0 所以X1 這個自變數應該存在這個關係式裡頭 它應該在這個關係式裡頭 應該扮演一定的角色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悅詞 知道 ok 所以 X1 有沒有在這個關係式裡頭存在 不是直接去探討X1 而是看它前面的係數 前面係數如果等於0的話代表它不見 那也就是說如果H0沒有被拒絕 那如果H0被拒絕 整個項不見了 那就代表你X1 根本不應該存在這個關係式裡頭 這樣懂嗎 好 所以 為什麼要做這個檢驗 它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你不能說 我算了β1等於5 所以說β1不會等於0 不能這樣武斷 你還得必須要訴諸理論 來看看它到底有沒有存在 好 現在你要檢驗β1等不等於0 首先呢 你必須要去探討誰是檢定統計處 TEST STATISTIC 檢定統計數是是什麼 這是檢定統計數 中文就不寫 檢定統計數 我們上個學期講過 你要檢定任何的假設之前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檢定統計數 檢定統計數扮演市值 這個檢定統計數就是 四子 一个 一个四子放到一个荣意里头 呈现出什么颜色出来 表示这个荣意里头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四子 简定总技术是扮演四子的角色 他中文名字不叫四子 我写四子 你马上写四子 两年以后一看 奇怪老师英文太差了 这个叫四子 我是跟你讲他扮演四子的角色 OK 那谁来扮演β1等于0 这个假设的 简定总技术 谁可以来简定β1 V1很好 V1是个变数 V1从哪里来 V1上礼拜推给各位那个四子 很复杂那个四子 一点都不复杂 那个四子 那个四子就V1 V1里头有Y有X YX通通都是样本里头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它在变啊 它随着样本在变啊 它是个变数 是个随机变数 这个随机变数 既然是随机变数的哦 我们要问 简定统计数你找到以后 你确定以后 你马上要问一件事 简定统计数的几率分布函数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观点 任何简定统计数 一确定以后 你要问 它的机率分布函数 它有没有一个机率分布啊 它的机率分布是什么分布啊 它是常态分布 它的期望值是什么 它的期望值是β1 它的变数是什么 变数是sigma平方除以summationxyxi减x2平方上 我把他写这个样子 OK sigma平方是谁啊 谁的sigma平方同学 到目前为止 我们哪个地方出现的sigma平方来的了 sigma平方是谁的sigma平方 我们上刚刚那个小时 我们有谈的sigma平方还记不记得 谁的sigma平方啊 ε的sigma平方 sigma平方主宰了 主宰了你这个分布 它分布的宽广 那你看看 它这个分布啊 我们假设它都同样的宽广 对不对 这个宽广的程度代表 你这个ε它会在这个范围之内摆盪 摆盪的幅度 通通假设都一样大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假设 所以不会因为你x在前面 它摆盪幅度比较小 或在后面比较小 不会有这种情形 它是同样都一样宽 这是我们假设来的 这样一来的话 它当然就会比较均匀 在整个平面上都比较均匀 这个sigma平方 是谁的sigma平方 是epsilon的sigma平方 epsilon是什么东西 epsilon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无法掌控的那个东西 应该还是加上这个东西才会你的y 没法掌控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随机变异数 那个东西要波动的 那个东西的变异数 你看那个变异数居然会影响到V1 V1的变异数 居然跟epsilon的变异数有关系 这个东西就不推倒给各位看了 那么sigma平方去除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很熟悉 这个很像那个x的那个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 x的样本变异数 除以n减1 就是x平方 他来除以他 然后期望值是β1 而V1的分布是n ok 好的你懂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要去检验他 所以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该拒绝啊 他如果是个常态分布 V1是个常态分布 期望值是β1 H0说β1应该等于0 那他有他的sigma平方 那sigma平方是 是这个 是这个 可以 你问 大于 大于谁啊 大于0 加 0加这一段 或是0减这一段 小于小的临界点 因而落在两个拒绝区里头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say no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拒绝的时候 那这个拒绝区是0加上 B1的标准差 B1的标准差 B1的标准差是什么 B1的标准差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不多行 好了 写一下 写一下 B1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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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掉啊 就变成负的了吗 正的 所以B1的绝对值 大于他 这才是正的 才是正的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绝对值 OK 所以 事实上应该是 当 B1的绝对值 大于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于这个东西 好 问题来了 Sigma知不知道 我们只是假设Sigma平方 都是同样的 所有的Epsilon的Sigma平方 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Sigma是等于多少 对不对 现在还必须要先处理这个问题 谁可以当Sigma平方的 无偏固差量 谁是好的无偏固差量 谁是好的无偏固差量 这个问题啊 孔庆学家的报名 我们解决好了 他说啊 他说 SSE 除以 它的自由度 SSE是长什么样子 还记不记得 13张的SSE 那看你是Completed randomized design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对不对 那SSE不一样 现在14张在回归的世界里头 你的SSE是长什么样子呢 SSE就是 你 Yi 本身是Yi 扣掉那个 想要取代它 代替它 解释它的那个Yi hat 也就是回归固差线上的点 跟 也就是线上的点 跟线外的点 之间的相差 的平方 相加轴 那我们上回讲过 它的自由度是多少 N 減掉 这个自由度是多少 我跟你讲 Yi hat 事实上是 B0 加B1 乘以Xi 自由度 就两个了 就是一个是B0 一个是B1 自由度只有两个 上一次我们在这地方呢 是不是谈了一下子 自由度两个 那你Yi 那你Yi 减掉它 那就是N-2了 就是它的自由度了 就是它的自由度了 N-2是SSE的Degree of Freedom 所以SSE除以N-2 如果按照我们在13章那边的说法 它的名字应该叫MSE Mean Square Due to Erro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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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我们可以证明说了 MS1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计量 它的期望值正好就等于sigma平方 信或不信 不信你自己证明 这个是高通 这个是理论上头的事实 所以MS1是sigma平方的无偏估计量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很简单 我们sigma不知道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它 用什么取代它 大家看 就用MS1开根号取代它 MS1开根号写的有点复杂 我们在回归的世界里头 这本书里头我们都用一个符号来代替MS1 注意哦在回归里头你看到小s平方 就是代表MS1 这不是大s是小s 小s的平方代表MS1 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在写东西就比较方便一些了 我们的这是sigma 我们不用写根号MS1 我们写小s就好 那以前讲过 如果你的sigma被某一个固执上取代它以后 它就不再是z分布了 它变成什么分布 变成什么分布 变成t分布 然后那个t分布呢 的自由度跟取代者 你现在是小s 取代者的自由度同享 同一个自由度 小s的自由度有几个 n-2 然后你这边n-2 变这样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呢 把v1的绝对值 除以下方 把那个东西把带到下方来 你看 把这个东西 除过来 放到父母里头来 OK 这不就是变成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叫它叫什么呢 对吧 把这个东西叫 取一个新的名字 叫SV1 V1的标准差的估值量 谁是V1的标准差 V1的标准差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这个的估值量是什么 把这个用s取代它 叫做SV1 看到没 本来应该叫什么 你知道吗 本来这个量应该叫什么吗 SV1 V1的标准差 SV1不知道 就不能够再扮演SV1 就叫它叫SV1 就叫S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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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SV1 V1 在在625月14-17 SV1 告诉我们B1的机率分布函数 就叫S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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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用绝对值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去跟T的值去相比较 所以它 你V1可能大于它 或者小于负的它 先不管它 那你V1 就绝对值 我们不用绝对值 V1 V1去除以这个SV1 就得到了值 看看 我们把它叫T值 这个T值呢 大于这个差表所得到的值 或者是小于负的T的N-2 都可以 所以重点是这个值 这个值呢 有可能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V1有可能是负的 V1是负的 可是这个值一定是正的 是吧 那么这个值 V1是正或负 那你除以这个东西 总而你T值可能是正可能是负 正的你就跟正的比 负的跟负的比 OK 所以 做T检定的时候 你真正要掌握的就是这个东西 是T检定的 检定统计数 T-test 检定 统计数 V1去除以SV1 V1出以SV1以后出出来的结果 你看去跟谁比 同学你看 626页 14至19那个事实 就是一个典型的 算数的V1值出来以后 去除以SV1 然后让这个值 去跟 插表以后的值 去做比较 这就是T检定 你当然你可以用P-value去算它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叫T检定 T检定的检定统计数 V1去除以SV1 这个检定统计数就是把它标准化以后的检定统计数 我们原来说它的检定统计数 各位同学 老师刚刚不是讲检定统计数是V1吗 可是这个V1呢 对我们课本来讲 或者一般的说法呢 就是把这个V1加以标准化 加工以后 再去跟T做比较 我刚刚这个做法是还没加工之前 直接拿V1去跟这个值做比较 一路这样划过来 都还是坚守着V1还是检定统计数 到这边还是检定统计数 可是你如果让它扮演检定统计数 它比较的对象是这个东西 是SV1乘上T 对不对 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SV1除过来以后 直接去跟T做比较的话 检定统计数变成谁了 变成这个值 这个值变成检定统计数 这个值我们把它叫T 都可以 看你用哪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约定俗成 习惯用了还是用什么 还是用这个 这个还是我们习惯用的 你看课本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讲 你的检定统计数 T检定检定统计数 就是14至19那个四 所以大家习惯 以后你做回归的 这个显著性的检定的时候 T检定就是B1去除以SB1 这是它检定统计数 我不知道很懂为什么 它的Sigma会用Epsilon Sigma为什么会用Epsilon 对 你这句话有语并 Sigma为什么用Epsilon 我觉得它的Sigma为什么是从Epsilon Sigma为什么是从Epsilon 你是说Epsilon的Sigma为什么会跟这边扯上关系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吧 因为你的B的值 各位同学你看 你的B是什么意思 你这边很多的点 然后你画一条线 这条线叫 叫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斜率哦 B1是它的斜率哦 看了没 所以B1支配的是你这些点啊 你事实上会出现的点 它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斜率 以什么样的一种速率出现它 如果你B1比较大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一条线哦 所以你出现的值会是这样子啊 现在你B1是这样子 你出现的值会在这边啊 那这边呢 为什么会跟那个 Epsilon的Sigma平方产生的关系 各位同学你看看 Epsilon是什么啊 是我们现在有 理论上我们发现 它有一条 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 它的值啊 它的点的值呢 是沿着这条线 当做它中间的 中间的点 然后出现的值呢 是在这边出现 在这边出现 这个出现的这个幅度啊 叫做Sigma Sigma要不要跟B1扯上关系 理论上头的Sigma 是这边出现摆档的那个幅度 摆档幅度如果很大的话 我跟你讲 它会变成这样 你出现点会变成这样 那这个摆档的幅度 会不会影响它 穿越实际上头 你的样本点的 那个斜率 那个斜率是B1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关系 会有关系 对不对 对 就是假设它Sigma都一样 Sigma都一样对 对 那加上摆档的幅度也都一样 对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影响性的 不会什么 不会影响性的变化 因为摆档的幅度 摆档的幅度如果比较大的时候 我跟你讲 摆档幅度如果比较大 你看 摆档幅度比较大的话 摆档幅度很大 是吧 你说摆档幅度很小 所以不会影响它的斜率 通常都是这样的斜率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应该不会影响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你的Sigma 为什么会跟你的V 会产生关系呢 Sigma 所以V1这个地方 它的变异数 V1的变异数跟Sigma有关系 对不对 Sigma是代表Epsilon摆档的幅度 摆档幅度会跟V1的变异数有关系 变异数 V1不是它的斜率吗 它斜率有正有负啊 斜率有大有小啊 它那个摆档幅度 会受到那个Sigma影响 会受到你这边摆档幅度的大小的影响 事实上你这些点它摆档幅度 不会像现在这边那么整齐了 那有时候会 会有些 会有一个扭曲 会有一个幅度 那这边是 就是说你的Sigma 会跟你这个V1这边扯上关系 在哪个东西发生关系呢 在变异数上面发生关系 是这个问题 Epsilon的变异数要除上这个量 才是V1的变异数 你这样想 它那个 它的变化的幅度 会影响到你V1变化幅度 这个对啊 没错啊 变异数啊 不是影响它的值 不是V1的值 是V1的变异数 看到没 是V1的变异数 V1变化幅度的大小 会受到Sigma平方的值 也就是那摆档幅度的大小的影响 你的点分布的很广 是吧 那你可能那个受到它影响的幅度 就会比较小 因为它的分母 还有什么问题 MSE就是SSE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它为什么会出来 会跑出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是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 Sigma平方在找不到其他非常 金横久远的 的无偏固车 唯一能够扮演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 就是MSE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在13章 在谈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量也是MSE 不管你H0为真为假 通通都是扮演非常忠实的朋友的角色 通通都是 不管H0为真 H0为假 都是Sigma平方的无偏固车量 所以Sigma平方是这样 就是MSE这样跑出来 我是为了解决Sigma平方而出的 Sigma平方不知道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要问说 这个Sigma平方为什么 Epsilon会影响扮演这么重大的角色 Epsilon原来是个残余量不是吗 是个尾巴 是Y等于EY 加上Epsilon Epsilon的变异数 为什么会在这边扮演那么重大的角色 所以才会有它的变异数 它的变异数是Sigma平方 为什么要在这边扮演那么重大的角色 以至于你要去找一个MSE来扮演它的无偏固车 对不对 你的问题可能是这个 原来这个无法控制的这个波动的这个东西 反而它才会支配到我们整个回归的结果 回归成果的好坏跟成败 原来是取决于Epsilon 确实是如此 这个东西是我们这部分讲完以后 紧接着讲的下一部分的东西叫做残余量分析 残余量就是谁 就是这个Epsilon 你想想看 你的波动性如果是很自然的话 可大可小一点点 那代表你身体是健康的 我们刚刚不是说以饭量来理解吗 这个是你的真正的饭量 你的饮食的真实的 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那个饮食的那个量 对不对 这个是无法控制的 无法控制这个量 如果是身体健康的话 这无法控制量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常态风波的量 假设这边哪一天你的身体大起大落 你的身体变状况了 以至于你这个Epsilon 不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常态风波了 不再是可正可负的 那个自然的波动了 这边变得是大起大落 突然间哇猛吃猛喝 突然间一点都不动 这个时候你发现哪边出问题了 Epsilon不再符合 刚刚所讲的四个符合自然规律的 四个条件哪边产生问题 什么东西产生问题 才会使得没有办法捕捉的那部分 变得如此的波涛凶游 如此的浩荡 是什么东西产生问题了 哪地方产生问题你告诉我 这是你全部的量 你全部的量 有规律的那一部分把你吸住了 把你吸走了 以至于剩下的东西就是 就是那个常态风波那一部分 这是正常的状态 如果哪一天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主角了 这个东西变成是大量的东西跑到这边来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哪个东西跑到这边来了 哪个东西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东西的量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东西变少了 你身体正常每天应该吸收那个饭量 被这个东西解释了 你身体出了状况 就是代表你回归模型不正确了 这个稍后再讲 对刚刚那个问题有没有回答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刚刚为什么 刚刚那个问题啊 为什么你这个sigma平方 为什么跟m1会发生关系 是跟m1的变异数产生关系 然后你要检验的时候 是拿m1的水去除以它的标准差 被估测的标准差 这不是纯然自己的标准差 真正的标准差是这个 可是因为sigma不知道 所以你用s取代它 这个是取代了sigma以后的那个标准差 它叫t 那同学问说 为什么会跑出一个m1c出来 因为m1c才是sigma平方的无偏固质量 那你的问题应该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对不起就是这样想到 就是m1c ok 那上一张在谈那个 实验设计的时候 你也一样是拿m1c 当作sigma平方的无偏固质量 好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刚刚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两张啊 谈anova的实验设计的东西 跟这张谈回归的东西 都有一个sigma平方 两张在谈sigma平方的sigma平方 是不是都是同样的sigma平方 不一样的sigma平方 14张的sigma平方是谁的sigma平方 是epsilon的sigma平方 13张的sigma平方是谁的sigma平方 是你k个母体的常态分布的变异数 是那个东西 这 然后你要记得我们这两张两个subject里头的sigma平方 我们都假设 都假设sigma平方都是相等的 k个母体的sigma平方都是相等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等于多少而已 这边一样你有好多好多个epsiloni的sigma平方 我们都假设它epsiloni的sigma平方都是相等的 要注意哦 这样的一个相似性 以及它为什么是共同探讨sigma平方 因为sigma平方虽然看起来是好像很不起眼的角色 居然在这边扮演非常重大的 重大的这个要角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sigma平方 它支配了你整个的模型它偏移的程度 它会波动的程度 我们要去掌控它 从那边找出检定统计数 从那边来研判 检定 可以接受还是被拒绝 是这样来的 都是为了检定要来的 你看我们今天谈那么多 以及我们13刚才谈那些东西 都是为了检定h0 既然你要检定它 就一定要找出检定统计数出来 检定统计数 都跟这个sigma平方有关系 还有一个检定呢 也是为了检定 同样的 同样的beta1等不等于0 但是这个检定的路子 跟这边的t检定不一样 这边的检定我们把它叫t检定 另外一个路子叫什么 怎么检定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下个休息一下 再来看好不好 好